今天其实蛮想跟大家分享 就是30岁之后我不再穿的衣服 因为我前两天不是在丢东西嘛 然后就丢了好多我以前觉得说很喜欢的衣服 所以我就把我自己丢的几些衣服总结了一下 给大家拍拍雷 第一个是穿柔不穿也 其实在比较年轻的时候 我选择的那些衣服都是花里不少的 但今年这些颜色反过来看的时候 我会觉得它很适合20几岁 希望更出彩的我自己 但它不太适合30岁 想要让我自己更沉稳 第二个是我今年其实更追求的是 基础款多够于设计款 今年我其实整个心态完全变了 就是我根据又是基础款 所以我反而今年丢掉了很多 我去年只穿一次 或者是我那种花大价钱买的那种设计款的衣服 我甚至有些吊牌都没拆 如果今年看见那些设计款就觉得好俗吧 第三个是我把所有我衣柜里 所有就截止目前为止 我的身高体重腰围维度 不合适的或者是尺码小的 或者是大的我全部都丢了 这个其实是给大家提个醒 我今年丢了很多都是 我去年在年底的时候 比如说黑五 或者是很多筷子上来打折的时候 我疯狂逃的很多东西 我还不如把这些钱 去买个相对好一点的衣服 可能在20岁的时候 我买的是一个款式 但在30岁的时候 我买的是一种品质 我买的都会比较好 我买的是一种质